好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小程序 这个小程序我已经部署好了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部署的过程了 那里面那个浏览器实在是太憋屈了 所以我蹦到外头来 走 Internet的page 起用internet的page 先不管啊 这个IE我用的是IE8 这IE8 设置被麻烦 好不管 大家看这里 我们这个小程序的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action执行的时候 不一定要执行execute的方法 来 在这我们配了两个 一个package 两个action package名字叫做user 它的namespace对应的也叫user 所以你访问它的时候应该是user 下面的action的名字叫useradd 添加用户 这就一个请求了 具体这个请求返回的结果 其实你可以动态的指令 对应的action是user action 好 这是第三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这个参数是method等于什么 这参数说的是当我们调这个action的时候 它会调用对应的class 那个对象 但是原来它默认不是调execute的方法吗 在这里指定的是add的方法 那它会就会调add的方法 所以大家看这里 我在user action里面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execute的方法 我只有add的方法 只要你的方法返回支持一个string 只要是这样的方法 想调什么就调什么 在这我就用的是returnsuccess了 因为我们从actionsupport继承 所以可以直接用它里面的长量 能理解吧 比较简单 所以看我们的第一个链接 我们第一个链接是这么链的 user下面的useradd这个action 在这个action里面 它返回的是success 所以它要找到对应的result 对应的result是useraddsuccess.gsp 在这个gsp里面 就一句话useraddsuccess 拿到了反飞的结果 那如果还有delete的方法呢 我就再建第二个action 叫userdelete 如果是第三个方法呢 还有update userupdate 如果还有一个叫userqueue的 太恐怖了 我们就可以掉头跑了 好 这是一种方式 不过不推荐用 所以我讲完这个 你就又可以忘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stress里面还有另外的一种访问方式 我们来看第二个action 大家看这里 这个action我就叫user 就是不管你想掉它里面 什么样的方法 它都叫user 对应的action是这个 我也不指定的方法 掉的是哪个 result跟原来一样 不得说了 但是我掉它的时候 可以这么来掉 带回来看看 第二个链接 大家看这种掉法 叫user下面的useraction 感叹号add 指的就是说 我就掉那个user 那个action里面的 add那方法 所以这叫动态的方法 调用 又称为dmi 这几个单词翻译 应该自己会吧 dynamic method invocation 所以这是第二种 我觉得你自己比较比较 你就会知道 你更倾向于用哪种了 第二种 第二种是不是更简单 而且第二种 我要有好多方法的话 我还是只用配一个action 所以 如果你要用 就用第二种 第一种 可以忘了 有人面读你的时候问messor的 你要挠挠头 告诉他 messor的 老大你们还要用messor的吗 难道 我们都用动态的 或者是后面还要讲通配符 所以将来我要用的时候 就只要 这一个就可以了 是吧 上面读文都不需要 是吧 很简单 不多说了 稍微消化一下 你就消化知识点 过一遍 整理整理你的笔记 就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